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了解 或许还停留在能够使用聊天软件和人类对谈 甚至是生成一篇报告等等 不过美国西北大学最近的研究发现 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在几秒之内独自创造机器人 这项化时代的发现意味着 人工智能打破过往的设计模式 以本身的创意制造出高效能的机械 使得人类的参与变得可有可无 镜头前这块紫蓝色造型像犀牛般的西胶模型 靠着充气缓缓移动四肢前进 乍看之下还以为是小学生制作的玩具 但说出来恐怕吓你一跳 这是一具由人工智能 在短短几秒内设计出来的简易机器人 来自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的研究团队 最近透过实验发现 原来人工智能已经进化到 可以创造功能健全的机械 不再需要假守人类 研究员克里曼受访时说 虽然这些非人类制造的机器人 看起来是很简陋 但是它的制造者 也就是人工智能 正在透过优化演算 不断改进设计结构 未来的成果肯定会相当惊人 克里曼指出只需要几个简单的指令 人工智能就能从无到有 端出本身的设计蓝图 再通过3D立体打印模 贯注液态吸胶制作机器人 这一切全都在一台轻巧的笔电完成 打破过往需要仰赖庞大数据库 还有高功率电脑来进行的研发 所以现在已经给我们剪达 派到参业传细续 所以这些是不重 那一切能量多余能作 但它可以给它赶在 lot 像我们给它更新鲜 克里曼相信人工智能如今早已经绕过人类设计的进化程序 朝向更高效 多功能和节省资源的方向前进 假以时日 艰难的搜救和探险任务 对新一代机器人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